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9月12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途表戰鬥員時間 市場比較複雜 走到一些比較困難的位置 港股仍然是甚麼呢 人們都會說 又還跌 跌到何時呢 今天還跌 還跌77點 成交948億 期貨最後是收回好一點 在做26、34、1收 但是你見到市場真的跌得很厲害 但是跌得來 它又不一口氣向你推下去 陰些又有些 陰些又有些 這種事是最痛苦的 你想甚麼 你看它反彈甚麼 它沒有反彈 但是你繼續追蹤下去 它又不走 它又很滑 稍後去途表跟大家去看看 現在回到今天看看有甚麼數據 稍後23分鐘 工資產品 製作品 EURO 歐洲推出的 今晚OPEC有個月份報告 是一講OPEC 火都來賣了 你看那隻油真的傻了 今晚要看的PPI 今晚出PPI 8月份 這是有關係的 油價庫存的報告 這樣就要看了 今晚星期都是出這些數據 明天澳洲就會出的 Employment Change 哇 預測好 那麼 18000 出得好 Employment Change 是否會對澳洲做好一點呢 回到看看圖表 我們看到黃金昨天 塗了一下下去 落到差不多1187 接著就出現逆轉 那是不是看到底 然後繞上去呢 現在正在做97 96.33 技術上我們看到 大家細心點去看 看到有少少兜底的感覺 理論上現在仍然站得穩 看周線站在95元樓上 算是這樣的 現在日線有少少兜兜底 是否黃金會有機會 因為美元上不了 而刺激到它 再做一條邊 現在很初步 但是你訊號到有少少向上兜的跡象 那你如果嘗試去做call的話 你就應該要用昨天底的1187元去做stop 你嘗試去做了 那就只有這樣做 它現在仍未出現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不過我們可以留意到 它是明顯有少少向上兜的走勢出現 至於銀是怎樣 都是一樣 昨天插到14元終於穿了 13.94元才半 現在出了一支比較明顯的楊竹 出來做到14.198元 昨天的day high 技術上它亦出現一些叫做 建底回升的跡象 究竟是否金和銀都出現一個向上的商品 做好一點呢 那當然這件事做好 這件事為何會不喜歡它呢 好地地 上個星期是一個穿頭破腳勢 好坦白說先跟大家說看錯了 上個星期是一個穿頭破腳 昨天都在墜上去 有些新聞都說來日利亞會增產 但基本上就沒關係 它一棍就爆上去 昨天最低落到67.49之後 我一開始也打算去到68.70 50至70 我跟學生說可以嘗試去輸6毫子就算了 結果禮手開完立即找到 立即找到 然後那隻銀就抽到上來 現在這個水平 變成我們已經覺得 油就開始比較上反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暫時不可以相信上星期的跌勢 有機會油價會慢慢做好 現在是這樣看的 但是可不可以買入呢 因為它早前不斷在反覆 暫時來說你只可以說 沒有上星期的衝進去的勢 但是向上的動力有沒有呢 暫時未有 但是不僱得了 謝油價不僱得了 它始終都是昨天說了一些說話給你聽 這麼大棍走上來你怎麼擋它 沒得擋 它就會慢慢開始向上做起 你問它抽得高不高當然高 70.14算是完全升得高的 看走勢上未必可以放進去 商品做得好 不如我們去看看美元 你看到美元有一點點不夠力 昨天做節目我也跟大家說 我看見美元不像早前星期五出的數據之後的那種力度 抽到最高95.54之後上不到 上星期抽到上去 今個星期的最高95.54上不到的情況之下 有輕微的屈下去 去到這一刻我看到美元就沒有了早前那種強勢了 沒有早前那種強勢 那你說它是不是下跌呢 我們不可以說它是大跌 你只可以說它現在開始會有機會 仍然都是在一個橫行的區間 但是沒有了早前的上升的動力 而是輕微墜下去 如果輕微墜下去 它下面的支持位會在哪裡呢 應該要數8月28日當時做到最低94.34 也都是大跌在100天 moving average 94.3這個水平 看看會不會來到這個位置 撞到一些支持 整顧才再衝 9月26日就是FOMC議息 FOMC議息之後 理論上市場都會相信在12月都會加息 而今個月的加息基本上是已經預期了接受了反映了 那變成了美元在現在這一刻不再推 也是合理的 那我們看看 有沒有機會報到在美元回軟的時候 其他東西上回去 商品有少少在走 商品有少少在走 這個是聞到味 首先第一隻紐西蘭 我們看到紐西蘭昨天最低6502 今天最低都是6502 對不穿現在抽抽地上去 在做6522 看看是否可以做到反彈 他的姊妹澳洲怎樣 澳洲也是在做彈 你看到他不是很跌 都是在抽上去 現在在做7119 技術上你說可不可以抽得上去呢 先要破了7132 星期一的高位 衝上去就會有機會再高一些 就是大概在7170這個水平 你看到美元真的似乎有少少回軟 是否對於股市會利好呢 我們再去看其他區人士 先看URO URO就不太夠力 在做11584 但你看到他是非常反覆的 那隻磅又托了上130上面 托了上130上面 那是否會再推上去呢 13028 似乎真的美金不足夠力 先畫一條線 那隻英鎊會不會有機會破到呢 在短線來說 還未破的 還未破的 昨天就做到最高 觸碰了 那看看他會不會再破上去 即是131 131即是100 Removeing Average 看看可不可以再高一些 破到131我們有權見到13172 就會去到13172 再走多一百多點 看看會不會破到 然後再繼續上去 至於日圓怎樣 日圓叫做反覆 他叫做站在那裡 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現在叫做維持在11149 你說會不會因為 今個禮拜初 禮拜一我們已經看到了 我認為美元沒有動力向上 那會有機會是因為 一隻升一隻跌 而令到它鎖住在那裡 那對於多拉日圓來說 美金升 對於榜來說 美金跌 兩邊拉勻了 就令到美匯指數 會橫行到一格 那你現在看到多拉日圓 就是有一點點向上抽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所看到的 那至於外圍的股市方面 當然是好 昨天去看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 你的納子一定要穿回五十天線 那昨天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去另外一邊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五點多鐘 中國就會向世貿提出抗議 制裁美國 令到夜期當時有一剎那衝進去 令到夜期最低落到二六零二零 而美金曾經上過去 美股壓了下去 但是之後你會發現 美國回到現場的時候 浪败的時候 它九點半開始的時候 那個美股完全沒有跌 仍然保持到在這裡 在技術面上仍然保持著在七四十五個低位 在五十天 moving average 頂住了 現在再上去 正在穿上去 你說外圍是否好 當然是好的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再穿上去 也完全不奇怪 它是表現出一種有些支持和有些力度的 我們去看看Dow Jones Future 看到它也是 昨天最低落到二五七六十六 就是在下午五點多鐘那段時間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而出了中國要制裁美國的關係 而曾經下過二五七六十六 但是一度浪败時間 九點半美國開市的時候 它就急急向上 做到現在上回二六零五十四 你說它厲害不厲害 當然是厲害 整個咬了腰上去 包了全部 你現在這樣看 美股怎麼下跌 都下不了 仍然保持著強勢 強呀 外圍真是強 我們看看S&P Future S&P Future 都保持著 你看到咬著在底下 仍然做上去 那你怎樣可以說到外圍是差呢 做不到 至少我們看到外圍 都不是出現一個大跌的情況 所以大家去到做股市的時候 就小心點 是有些不同的情況 在現在的市場 所以在這個方面 出現有些微妙的變化 我們看到有些變化出現了 不是早前那種 不是早前那種 美金星什麼都散散 股市 美股好 不是 不是 現在開始有少少 有少少的感覺 不同了 稍後回來看亞洲市場 你們就知道了 我們去關注了資訊 資訊所謂的微信公眾號 然後我們回來看看亞洲市場 和大家看看有些甚麼問題出現了 讓我先開圖 先看爺爺爺爺爺素 爺爺今天下降低 上午就已經下降到2647了 2647 我一直跟大家說 最重要是關注的那個位置是2638 2638就是熔斷機制的底 到這時我相信整個市場都要關注究竟會不會穿到26-38 假如穿到26-38的話我相信 我相信市場究竟是撞到26-38而出現一個顯著的反彈見底回升 還是會出現一射如珠直接穿到26-38直散下去 回到2200點在2015年完全未升的時候那個起步是怎樣呢 這個現在的市場都是在看的 但是你想想如果真的一散的話 2014年當時A股是在做2000的鞭皮 是否要下來這些位置呢? 不知道最重要是看現在26-38到底能否撐到 每一天都會跟大家說A股26-38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未中而出現了一個叫做逆轉向上 未逆轉向上頂住了 阿爺沒有進一步去跌 咦?好像知道有些轉向 是不是阿爺已經有些先機看到 直接不用撐了 但是在技術面上我們是需要它 最好你做了26-38而向上 這樣就完美了 但是你現在不中26-38 又無端端在26-47頂住了幹甚麼呢? 如果頂住了還是有個26-38在那裡 你一天都未完成不好 除非你抽一支大棍上去 抽穿你26-91上到278頂 樓上再承接一支棍 這樣就好 拍爛手掌你見底了 除非是這樣 但是你又做不到 暫時來說在A股上 你說有沒有沽額 當然有沽額 但是你說這個沽額沉沉重 它是彈不到 我們見到它彈不到 但是壓下去 至於港股是怎樣 現在暫時的港股 先等等 導演麻煩 MON2我都要看跌問題 接著我們看港股 暫時來說港股 今天跌到甚麼價 跌到差不多最低 跌到26,200 去到這個水平 美市縮下跌 你說26345 收在這些價 是否跌呢 它是一個跌勢 跌了下來 但是它還未逆轉 你說現在怎樣 它穿就穿了 我們一直都說的那條紅色線 穿就穿了 這條支援線是完全穿了 穿了之後 它又沒有出現一個反彈 亦未出現一個顯著的回升 但是我們見到是頂住了 的而且確頂住了 頂住了之後 我們現在上又不是 下又不是 上甚麼上不了 完全上不了 樊爬得穿上26,500 樓上沒有 今天我們做的策略上 我們都是嘗試做一個高沽的策略 還是做一個比較短 因為我認為市會比較 在這段路會比較崎嶇 現在暫時這樣看 這條紅色線26,550 樓上還未上的話 我相信會有機會 再下去25,880的機會 仍然存在 我們需要忍耐一下 究竟它是不是會出一口氣衝下去 還是磨住 磨住然後再下去呢 那就要看了 現在你說它很差嗎 力度 上就沒有力了 但是它推不下 你看到好像不夠位推下去 就是現在的形態了 跟著我們去看國子 國子昨天都畫了這幅圖給大家看 你說這個是不是所謂的擴散三角形 就是這個國子 就是恆子 就不是了 你看到爆完頂再縮下來 破底再縮上去 現在就破了 破了理論上 現在就不是那麼容易上回103的23 不容易上回去 明天也不容易上回去 等於恆新指數不容易上回103 26550 不容易上回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出現一個叫做整固 或者叫做調整向上 但是在現在這一刻 暫時來說 我們都是相對偏淡的 我們回去看看股票 導演 Monto未轉 Monto 等等 我看不到你們的問題 我們看看五毛仔 你看到五毛仔 暫時來說 在今天推到低位 推到低位 接近66.1 昨天的低位 它都不太穿 今天有一點點站穩了 你說下面有很多空間嗎 我們又看不到五毛仔下面有很多空間 暫時來說叫做觀望 下面的支持位不夠 即是下面再推下去的位不夠 看看去到現在這個水平怎樣做 即是等於恆新指數而已 恆新指數是 下面還有 好像接近尾聲 我覺得 我純粹在技術上面 在圖表上面 我們看到的感覺就是 現在 現在是甚麼呢 美金有一點點轉向 港股是似接近尾聲 其實我想它再做一口下去 快快脆脆殺一口下去 去到二萬五千八 然後出現一個逆轉大反彈 這樣就最完美的 但是它做不到的時候 究竟現在在哪一刻突然停下 轉身呢 不是的 所以做短倉 做淡倉 你要小心點 市場仍然是偏淡的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到一些 叫做 隨時到位然後反彈 你看到很多股票 有些股票也不夠位的 例如五毛仔 現在五毛仔也是的 下面的空間也不夠 除非你要破下去 就要出現一個比較顯著的 的大力 按下去 但是你看到 美金正在回 又不像出現這件事 所以大家可以去到這一刻 做淡倉的 小心點 小心點 一個不小心抓住了你 你就麻煩了 不要坐那麼深 坐那麼大的淡倉 去到這一刻 淡 做call 當然不行了 逆市 未轉身 但是做淡 我們只要去控制細一點 小心一點 隨時被人一抓 抓住了 那就要立刻打靶 就是這樣 不要跟它上身 因為在這個位置 一上身一夾的話 不用多 你 保保你 我不說夾得多 夾回去今個星期一開時間 二萬六千九 你也沒有命 現在正在去到這件事 今天跌了七十多點 但是你們不要覺得 但是它是陰下陰下跌 call不call put 只可以這樣做 去看看 728是怎樣 728中國電訊 中國電訊今天做了低位 做到3.76後出現逆轉 但是去到十天線 叫頂住了 還未出現一個叫做完全逆轉 今個星期也算差 也不算漂亮 今天叫做 叮了一下 落到它的低位 3.76後 咬咬地腰上去 1093大家都看到 今天的藥業股 說到藥業股 先是教育板塊 然後QQ 然後輪到 整頓 中央整頓 輪到藥業股 你看看 今天一棍跌了下去 16.34 你問還可不可以去哪 你看看技術上 我不拿這條250天線 和你們去看看 改一條200天線 你看看200天線 都要落到10元 就算整個周線跌穿了 再去找支持 都會找到14.67 這個是14.67 現在正在做16.7 似乎下面還有些位置 上不了的 接著我們去看看1177 1177也一樣 你們問那些藥業股 都是繼續 你看看借借藥業股 嘩 這隻直接倒下了 下一個支持位 如果我們去數 都會去數到 今年2017年的時候 2017年12月 12月的時候 當時最低做到6.68 一層層 又輪到他們不行了 接著268 268就直接不行了 你看到 又是在周線上 繼續墜下去 日線做得差 周線做得差 完全上不了 下一個支持位 應該看看可不可以再試7.7 暫時的勢也不行 非常弱 接著我們看到1398 今天那些內銀股 全部都做到支持 內銀股做到支持 不是做到支持 內銀股是殺到一些支持位 下到一些比較 就是走到最後那一刻 你看到 內銀股 你看到上一次5.32最低 7月20日5.33 現在最低5.32 又是下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究竟 我看到很多股票大型的 有些是未到位 但是大部份很多 你們關心的都到了下 他未起身 但是跌了到一些不夠位的地方 3323 都繼續跌下去 你看到整幅圖 仍然都墜下去 不過這隻東西穿了沒有 6.187 未穿未到 看看他會不會試6.187 甚至乎再壓低一點5.58 1299就未到的 1299都是弱的 今天是要開高一點 但是整個周線 現在正在做62.8%收市 周線是跌下來的 但是現在日線 要開高之後 沒有進一步下跌 就是看到現在的形勢是這樣的 然後653 未創醫療 未創醫療開了之後 跌下來 跌下來 十天線咬住了 又是 又是偏遠 但是你看到他整個走勢上面 所以算是站穩了 你說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向上 暫時還可以的 還可以 還頂住的 914就弱了 914 今天開高了 開高上來 但是他開高上來 又是墜下去 41.2 今天最低位是41.25 昨天最低位是41.25 今天最低是41.25 還未出現一個逆轉 還未扭 完全未扭 你看到全部都在墜下去 但是未扭轉 崑崙能源 今天開高了 壓住在十天線 又是弱的 又是弱的 還有一隻609.8 那些學生問的 609.8 我說過 穿了12.6 不要搞他 不要搞他之後 他進一步 11.84 你肯走 就走了沒問題 後市怎樣做 不要搞 都說連續那麼多日 繼續跌下去 給到最盡的那些位 開頭十天線二十天線 現在穿了就沒有了 不要搞 因為始終都是新 新完之後 其實他可以長期在這裏反覆 沒得炒的 這隻暫時沒得做 跟著3908 3908是甚麼呢 中金公司 你看到都是墜下去 今天開了13.48 之後最高13.5 你上到上面 落回來13.2 又是不行了 做棋毅比澳洲 Amandie說 棋毅現在你有位子虧 再穿下去就是6502 澳洲也有一旦 兩隻都有一旦 不過好像棋毅多些 不過如果最終 如果你是轉身容易些 棋毅就是國子 澳洲就是恨子 那你就明白了 所以始終也是 做澳洲比棋毅好 不是做棋毅好些 只不過是子虧好些 這一刻你撈底 好像棋毅硬正而已 2326 新元萬恆控股 這是甚麼來的 這隻東西 不會看 61001 今天要是趴上去 你要搏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今天圖是OK的 咬咬地腰的 咬地腰的 那你就用4.4 或者 反正也是 你用不用到2千8元 2千8元來做止洩 這些鮮屎股 我就不知道它甚麼時候爆 它隨時一口就扯上去 它可以的 它隨時一口扯上去 你收到消息的 那你就買一些 設置止洩就沒問題 但是不要參與那麼多 992 聯想集團 你看到它繼續衝上去 你看到它繼續衝上去 繼續保持 8字頭不回答你了 8482 恆新指數是否轉強 我看到恆新指數 應該這樣說 是否轉強 比之前倒下來的日子稍微好些 我們看到的 稍微好些 英鎊值得現價買入 到現在的英鎊 你追進去的英鎊 我又覺得 不是不行的 它有少少 不過上面的位置還未破 你剛才不是拉了一條線給你嗎 穿131會更加帥氣一點 恆新指數不下 是呀 沒錯 到現在也不太能下 新密碼 Square 甚麼新密碼 到26382647 又來一個2647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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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來的 KC 1127 是否問1127 不知道你回答甚麼 還是你不小心按了二字 然後按了GOGO 獅子山集團 我猜你不是問這隻吧 問這隻我都不會回答你 恆新指數是否出了隨口 會否上回去 就要看明天 今天在底下做到支持 看看是否上回去 下市二萬五千二 沒有那麼快 哪有那麼快 今天旗子有鑽陽足 會否陰陰彈呢 陰陰彈我覺得不會的 旗子是做了好的 旗子的確是做了好的 旗子做了26341 但現貨價還未扭到 它要上的 可以不是不行 爬上紅色線 265 265 你先上265 今天下午做到26456 下午最高 都未完全扭到 看看夜期怎樣 看看美股會帶動它怎樣 稍為做好些 那市應該這樣說 那市沒有了之前 即是不止之前 再拆一腳那種動力 你問 你問那個感覺是甚麼 那個感覺不像 不像大戶再推 你們用大戶的形容 不像用大戶再推 大戶沒有在這裏再推 只不過可能是散戶再推 那你明白 可能是散戶見高就追 一高就沽 但是不像大戶壓下去 所以變成在這一刻 大家小心點 大家小心點 那麼12 12行基地產 出現了一個反彈 這下反彈也OK 看看可不可以再彈高一點 這棍子走得不錯 但是它還未可以完全逆轉 三發法 我一直跟大家說 下面的位置不夠 下面的位置不夠 現在209.6 但是它又未轉身 你吹 吹它不像 它未轉身 壓到下底 未轉身 就是來到這裏 未轉的 完全未轉 939就走到今天這一棍 939 939跌下去了 來到這裏 壓再深一點 昨天也說 它還未完結 你看看 它還未完結 它還會有機會 又是拆我這條線 這裏最壞 不可以加四個指標 那些平均線哪裏夠 很多股票的空間不是很足夠的 5號仔 939現在走到這裏 388 很多不夠位 再砰下去已經不夠位 但是也有些夠位的 1299就夠位 如果要殺下去1299就行了 175就行了 700就行了 這些都還夠位 但是有些已經很誇賤 已經不夠了 Betty 怎樣 683 加利建設 現在加利建設的周線都是偏遠 還未咬到腰上去 現在暫時來說 彈到上去 這條十天線 28.2左右就會遇到阻力 暫時來說我們可以叫做反彈 2318也是一樣的 你真的吹不上 72.2.5 下過一下 71.9 我講過一定要跌穿72元 樓下 穿了到下面 然後上不回72.4 現在就騎著在那裏 如果用simple moving average 在這幅圖上 你就會見到 它的50天simple moving average 還是頂住了 還未可以完全承認 所以我經常都說 暗深一點 我想它暗深一點 一暗深一點 你看周線也是一樣的 其實它還兜住了 在十個州 頂住了 還未完全穿上你 還未完全穿上你 所以我認為2318是要小心的 它的走勢是有點怪怪的 2318 恆子升穿26500之後 會出現中期反彈 升破甚麼位判斷不是反彈 而是新星浪 不要想新星浪 新星浪有排穿了 有排穿了 你要看它整個下降趨勢上穿 然後才可以再繼續向上看 明白嗎 不要那麼快 先爬了 不要趕到那麼遠 我也想它反彈 反彈還未開始 首先跌都未停 停了都未反彈 反彈還未開始 你就要趕到升 不要那麼快吧 不要那麼快 給它一步步看 好嗎 看不到那麼遠 然後TDTB175 14.6持續了 怎辦呢 有沒有希望呢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就要捕捉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顯著的反彈 但14.6是一個非常之高的位 是一個非常之高的位 你說可不可以救得上 我覺得是非常之困難的 非常之困難 它有反彈 但去不了14.6 去不了 非常之困難 3333點 333 繼續跌下來 恆大 整個勢都跌下去 看看 多一點點 不如好嗎 反彈也是 可不可以下去 8月16日當時 做到最低23.6 看看可不可以再硬深一點 OK 好了 回答了大家 大家都清楚 到了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就會發現 市場不是可以 有能力推多一步下去 如果用力推多一步 那一刻是會爆底的 那一刻是會爆底 但暫時來說未有 未有那個動力 是否正在儲力呢 不知道 是否做反彈呢 未做到 但是受壓 但它不推 就是這樣 現在就站在這個位 每天看著節目 每天都會跟大家分析 以上股票 我沒有持有的 多謝大家 拜拜